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为什么选择这个 就在最早的时候 我是因为从小童年比较自卑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考了个美院 就刚才说 那么画画这个事情 在最早的时候 不能够解决我的问题 个人问题 解决不了 比如说这个自卑问题 不能够释放我自己 那么到最后 我就是突然里面就找到一个 我需要去人多的地方 就是来把它作为一个 疗愈自己的一个东西 我就找到了这个表演 那么我就说 去一开始就是说 去人多的地方 跟大家去说话 那么慢慢地就发展到 就是说 哦 我他们要去舞台 是吧 我要上舞台 这个他们就出来第二步了 那么后来呢 我就开始慢慢慢慢地就研究这个表演啊 什么戏剧啊剧场啊 各种各样的 就关于表演的这一块内容了 那么我后来就系统的这样 再去学习这一块 那么我才会就是说 想到用这个媒介 就自然而然的 能够 后来就都用这个媒介了 因为它能解决我的问题 啊 ah one two okay pase onc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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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